或者是发现这些事情的时候 怎么去做出什么 所以我刚刚跟大家讲一下 其实在这个电梯旁边 有很多那种红色的一个椅子 所以我们希望下次 大家还是搬那个椅子过来好了 因为这样毕竟有了桌子 大家写字比较方便 好 那我们来看一下 如果这个例子要怎么写 要怎么做 台二的同学 是不是你们最近就在忙 迎新市民 这礼拜六日是不是 五六日 三天啊 去哪里 那你家树营吗 去二零三天 三天啊 那你来办什么活动 三天啊 那你来办什么活动 两天办 办什么活动 巡房 好多啊 我以为你没有跑到外面去嘞 没钱 在学校里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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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尽心机没有吗 做什么事情相处也是好 所以你办活动你愿意去办 OK 你去上课 还愿意去上你的课 不要两个混合一样 不要把办活动当作是你的大学的主要生活 那这样子就有一点点的到我们这个应该是说就能用错误的项 好 让我们来看一下刚刚那个例子呢 比如说我刚才已经写过了大句了 差不了太多 第一个我在102年度 其实我不管是哪一天 其实我只要发现这个错误 这个是错误啊 我就要做什么 前期损利调整 这个跟我们前面写的一样嘛 所以第一个我刚刚已经写过了 我的建筑物在92年度的时候是低估了1000万 好 然后呢我刚刚也写过啦 那我的维修之前 1992年已经承认了维修费用了 已经转到保留领域了 所以我要做前期损利调整 那这前期损利调整呢 我们刚刚摆要1000万 但是呢 我们刚刚也讲过了 这10年来根据他40年 蚕食不变那维修不变的前提之下 他每年要提折旧费用 所以呢 我会代方累计折旧 所以要把它补上来 好 10年我要提的是250万 所以我的前期损利调整 就剩下750万 这是我刚刚写过的 好 再来是102年的12月31号 你说102年度相关分路 当然是指你发现这个错误的更正分路 当然还要指年底的折旧费用的计算 好 那本来呢 好 假设100亿了 然后减掉500万 我除50年 每年提195万 190万的折旧费用 那假设我加上我这个所谓的资本支出 每年要多25万 所以呢 我如果维持不变的话 102年度我要提的折旧费用是215万 那你听懂吗 也就是说如果直线法 在原来的直线法呢 我每年提的折旧费用就是1亿 减掉500万除50年 所以每年是190万的折旧费用 那我再加上这个拉提 这个大楼外观的修缮 每年要多提25万的折旧费用 所以如果一样是直线法的话 我提的折旧费用就是215万 我按照直线法 在102年度提的折旧费用是265万 可是呢 我现在就告诉你说呢 我在102年度的时候 决定要把我的折旧方法改为年数合计法 好 所以年数合计法 它的计算怎么算 第一个 我们要算了 当我们折旧方法改变 好 不管我们的中计发生变动 我从估计变动那时候重新去计算 还应该做的交易分路 好 那我们来看一下呢 我原来是1亿 加上我的1000万 这是我建筑物的成本 有1亿1000万 那我到101年度为止 一路提的折旧费用是多少 是不是190万 提的20年 对不对 因为我从我刚刚那边算了嘛 如果是1亿据出 减掉500万出50年的话 因为我刚刚这边这边写 它的产值500万那边写50年 所以我每年提的折旧费用是190万 好 所以我再算一次 1亿减掉500万出50年 所以每年提的是190万 然后我先从982年到101年 都提了20年 那再加上 我现在是不是有个累计折旧 这1000万的累计折旧呢 已经有250万了 也就是25万乘上10年 因为我从92年做了这个维修之后 修散了之后 那资本支出之后 我每年要多25万的折旧费用 从92年到101年一共有10年 所以到这个时候 我的账面价值有这么多 到101年底 我的账面价值25年加上250万 减掉以1000万 所以我这时候的账面价值是695万 应该是6,950万 好 事实到101年的12月31号为止 虽然我是102年的某年某月的某一 102年的某月某月去做这个调整 但是调整的是什么 101年底应该有的数字 这样看懂吗 所以到101年底 我的建筑物全部提的折旧费用在这里 除了原来正常有的 原来有的190万提了20年 因为82年开始到101年底 所以都20年 然后另外我有大楼修散的 11000万提了10年的折旧费用 所以我全部的累计折旧在这里 所以我的成本原始成本 就是成本就是建筑物的成本 减掉我的累计折旧 就是它的账面金额 所以我的账面金额到101年底有6,950万 好 那现在我的折旧方法改变了 现在我的折旧方法 102年度开始我的折旧方法改变了 那改变的时候我的残值没有变 耐用年限也维持 一开始82年度 那个估计的50年没有变 所以我要算年数合计法的折旧要怎么算 我们的年数合计法 账面价值6950万 我的蚕食不变 好既然是蚕食不变 我在算年数的计法的时候 我的计算要把蚕食先搞得起来 好这是我的折旧成本 去乘上我的年限 那我的年限呢是2n乘上n加1 虽然我现在是不是现在看还有什么 31年 我现在是不是剩下30年 n 2分之1n乘上n加1 好对不起 这边是乘 我的年数的计法是不是 除以2 对不对 对不起 老师应该数字写达雅证 喔 数字再写达雅证 好 那接下来再写达雅证 要不然我都我练 我帮你做东西 你可以做过来一点 徐家卫旁边有多位子 可不议 他不会来 他应该去 他跟我请假的 好 那个 所以呢 我们的年数和计法的计算公式怎么算 等差级数 好 等差级数 就是1加2加3加4加5 加到30 那太远 要动作加太久了 所以我们有套一个公式 等差级数的公式 公式的话就是 耐用年限 等差级数 等差级数 好 所以我是30年 因为我从现在开始看102年开始呢 我全部50年 其实已经过了什么 20年了 所以我剩下30年 所以30年乘上31 等差1 好 那我30年的第一年 分子就30 所以为什么它是一个地减 或者是加速折旧法 因为我的倍成数折旧成本不变 好 然后呢 我这边呢 这个分子 分母也不变 但是我的分子是越来越小 所以我算出来的折旧分量 就会越来越少 好 所以是等差级数 但分母的公式 那你如果不知道公式 你只有耐着性子 1加2加3加4 你不要按错了 加到30 你会得到这个数字是一样的 好 所以我们来看一下呢 我的折旧费用 都可以算出来了 好 我前面的六百 六千九百五十万 到一百零二年底 我的账片价值 然后呢 去减掉 我要先算我的禅食 要把禅食扣掉 因为禅食不变 所以我的可折旧成本 有六千四百五十万 好 那我后面呢 是 所以 呃 乘三十 乘三十 就是 来 三十 我们看分子三十 乘三十一 除二 这是四百六十五 好 所以四百 四千 四千 六千四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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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十五 我先写下来好了 那这样子我就直接可以算了 所以六千四百五十万 去除四百六十五 乘三十 所以呢 我差四 一百零二年度要提率的折旧费用 是四百一十六万一千两百九十 所以我的折旧费用 科目都没有什么不一样啊 反正我要提折旧费用 就是借折旧 大北基折旧嘛 重点是我的金额怎么算 好 我的金额怎么算 从这边算出来 到一百零一年底 我的账面价值有六千九百五十万 去减掉我的残值 因为我们说残值不变 零处合计法的公式就是我的成本 减掉我的残值 乘下这个提裂折旧的公式 好 那我的分子按照分子呢 会越来越小 但是分我是不变的 好 算出来呢 我这边要提内的折旧费用是四百一十 六万一千两百九十 四六 四一六一 二九 所以我的折旧费用都写 算出来嘛 就是把数字拖上去就好了 好 这个例子我就是要告诉你说 什么叫做估计变动不硕即往 这个例子这个有会计错误 再加上我有接下来发生的会计估计改变 那我的估计改变是原则 就是折旧方法改变 好 所以折旧方法改变 不管是你的折旧方法改变 蚕食改变或者是那连线改变都没有关系 从我改变那个时间 从无心去计算 你要体内的折旧费用 那就可以了 好 所以算出来的结果就是这样 再判懂啊 所以我这个例子就是举给大家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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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我不是显得强调说 估计变造估说估计划 过去的事 过去的事 从我们变动的时候 我们继续计算 他该有的估计区 跟他的经历 好 所以我不会说 那你前一开始我就捏出了计划 应该体力多少钱 是 没有 好 这样看懂了吗 好 这是举一个例子给大家看一下 会计估计变动的时候 你该怎么去做你的后续的会计处理 好 那我们第二章呢 大概大概就是到这里 权益变动表呢 是比较 权益变动 就我们说呢 财务报表是大报表 资产作債表 随意表 现金的量表 那你第四个报表呢 你要编的是保留益变动表 还是编制权益变动表 二选一就可以了 好 那二选一怎么选 我什么情况之下要编权益变动表 什么情况之下编保留益变动表 如果经典公司的投入资本的部分 没有任何移动 没有移动的意思是什么 没有增资 没有减资 你没有买回库藏股 没有库藏股的变动的问题 好 那我也没有发放股票鼓利 那我就只要编保留益变 如果我今年度有买卖库藏股 就库藏股我有变动 增加或减少 我有发放股票鼓利 股票鼓利我的投入资本就会变动 只要你有投入资本有发生变动 好 就说你当年度除了保留益变之外 有其他权益科目的变动 就编权益变动这样 如果当年度只有很简单的 包放股利而已 而且是包放现金股利 那我就只要编保留益变动表就可以了 所以四大报表 它不是五大报表 你会说那资产负债表、权益变表、 现金流量表、保留益变动表 没有编太多了 好 我们说四大报的就是四大 你再说我刚刚好 没有四大 所以权益变动表跟保留益变动表 是二权益就可以了 那至于怎么选 我刚刚已经先跟大家讲了 你怎么决定你要编哪个表 好 所以这边在权益变动表 它已经讲说 我们会在下车有一个普通权益 普通权益的那个章节在讲 有关于权益变动表怎么编 那这边简单一点给你看一下 权益变动表呢 好 你可以看一下 好 如果你看权益变动表里面 我拿建安公司这个例子来看 它编权益变动表 五百资本公司都没变动 因为它的投入资本都没有变 就保留益变发生变动 好 那那个 但是它有累积其他综合群益 也发生变动的话 因为累积其他综合群益 如果有发生变动 你要编权益变动表 因为累积其他综合群益变动 并不会出现在保留益变 所以我刚刚讲到 除了你投入资本发生变动 护肠股跟你的那个 累积其他综合群益发生变动之外 如果你有这些东西发生变动 那你还是编权益变动表是这样好了 如果你单纯只有当年度的 存益的结果 还有虽然有亲戚律调整 你是只有印象保留益变 那如果你当年度 我发放鼓励 只有信心鼓励 那你也交变保留益变动表就可以了 好 那这个是我们后续会再看的 权益变动表 权益变动表最主要是你的资本 投入资本发生比较多的变动的时候 那当然你必须编制权益变动表 这是在我们看到的七十二页 好 有没有什么问题 这一章 好 所以这一章里面呢 我们刚刚就 有没有其他的呢 六宝盘里面很复杂 好 所以先去我们刚刚 注意一下看到的那个 就可以了 好 那如果没有问题 我们要谈西产部在这 好 有什么 第二章有什么问题 所以第二章呢 是相调之下 跟你的出败来比较 它是变动 比如说它的这个增加的内容是比较多的 好 如果你出败呢 相调比较起来的话 它是增加的内容是比较多的 好 那接下来我们看一下呢 资产负债表 好 如果大家没有问题 我们看一下资产负债表 那资产负债表呢 那资产负债表呢 方向来讲 它的变化的程度 跟我们之前有讲的 书块里面讲的资产负债表 几乎是哪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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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只是它还做了一些 因为我们前面的 综合准理表里面 权力变动表里面 你既然告诉你的这些东西 当然这些东西 就会什么 就会放在我的资产负债表 所以这些东西也会影响到 资产负债表的权力的部分 好 那我们看一下资产负债表 其实资产负债表就是一个什么 财务状况表 就是报导一个企业的财务状况 它有多少资产 资产里面有多少是流动 有多少是非流动 那它的资产里面 有多少来自借钱来的就是负债 这负债里面呢 有多少是流动 有多少是非流动 大致来讲 资产负债表就是在报导一个企业的财务状况 那这财务状况里面大概就是什么 它的财务的困件程度 所以你可以看一下 从它资产负债表呢 它有什么用途 其中经营绩效的 所需要的资讯 就是它有多少的 这个所谓的自有资金 多少负债 这个例子里面 就是说经营绩效 它的评估一个 其中经营绩效的 这个所需要的资讯 这是指什么 好 经营绩效里面 其实我们有很重要的一个 所谓的资产报酬率 资产报酬率 就是随力表的本期 净利去除我的平均种资产 就是知道什么 资产报酬率 比如说我公司给你 我公司有这么多的资产 我利用这么多的资产 造成的净利率有多少 报酬率有多少 所以我在评估一个企业的经营效率 这是第一个 那再来资本结构 也就是说它的资本 有多少是负债来的 这个就是指负债比例的 有多少是什么 借款来的 有多少是自有资金来的 就是它的资本结构 然后再来呢 和讲一个系列的什么 变现利利 财务弹性 还有平民能量所需的资讯 那这个特别尤其是指它的 流动比率 速动比率 这个应该就特别是指这个东西了 好 好 那营运能量是指什么 你就看一下 基本上呢 它只是稍微提一下 那当然资产负债表 有一个很大的限制是什么 它们有办法反映出现实的价值 92页 因为呢 资产负债表很多都是什么 都是历史的成本 譬如说我的伏地资产 还有成本入账 30年前 我买的这个机器进来 它的成本是多少 我就用多少钱出账 但是这个到时候的30年的购 那个什么购买力 或者是它的一个货币的那个价值 它其实是跟现代是不一样的 但是因为我的财 我的会计处理上面是采取什么 承担原则 所以它只是什么 它只是过去的资料去显现出来 所以它并没有去反映出现代的价值 所以无法反映现实价值 那第二点也是一个资产负债表 也不能完全从资产负债表里做 完全依赖资产负债表 就可以对这个企业去做很正确的提供 为什么 因为资产负债表里面的价值 除了没有反映现实之外 有很多的价值是什么 估计来的 譬如说 估计资产的账面价值 就是估计来的 因为它的账面价 估计资产 像我刚刚举这个例子 它借主物 好 二十年前是一版是营益 但是现在呢 可能不止营益 那再者 我的现在的账面价值 也是什么 从它的累计则去评计出来的 那累计则就怎么来 因为我从它的 则就会用估计的产值跟耐用连线 去计算出来的 所以资产负债表里面的数字 第一个 很多都是什么 必须借由估计的一个基础 去计算过来的 所以必须判断它的 必须使用到判断跟估计 好 那等等后面大概就是这样子 那再来看一下第三 在九十三页里面 它说你可以看一下 这个资产负债表 在国际会计准则 要求至少应该揭露的资讯 这个顺序 如果你定去这个顺序的话 你可能就会很困难去做 我们的财务报表分析 好 因为什么 你可以看一下九十三页 我的资产 第一个是不动产厂房及设备 投资性不动产无形资产 好 金融资产 然后不包括五八九所力士的 好 那五八九是指什么 比如说 产权益法的投资 好 这个是属于长期非流动资产 前面的第一点 第二点 第三点 都属于非流动资产 那第四点呢 好 金融资产 它可能是什么 不包含第五项 第五项是指 权益法的投资 是属于非流动资产 然后第八项 是指应收账款 跟其他应收款 通常这个应收账款 跟其他应收款 是属于流动资产 所以你这边起指的金融资产 不包含五 那就是不包含五是非流动资产 不包含八 八是指流动资产 那不包含九 九是什么 也现金及月当现金 那这个大概是流动资产 所以这个金融资产呢 欸很困扰喔 这个第四项的金融资产 可能不是流动 也可能不是非流动 因为它不包含这些 所以到时候你怎么去编 因为我刚刚是讲说 你要知道这个公司的 所谓的变现能力 或财务弹性啊 那我们说一个 最重要的一个指标 就是流动比例 那流动比例是流动资产 去除流动负债 那这边我都没有办法看出来 一眼就看出来 我的流动资产有多少 的话你怎么去计算 好 所以它只是说 在国际会计准则 要求你的资产 如果有这一类的科目发生 就是你要单独劣势出来 要揭露 好 那生物资产 其他的看一下生物资产 好 生物资产很有可能是流动 有可能是非流动 好 生物资产如果是农产品 就属于什么 属于流动 它如果不是农产品 不是消耗性 是生产性的生物资产 它就属于非流动 好 所以现金明月章 现金应休退税款 遗延所得税资产 代出售非流动资产 或代出售分 儲品中的资产总金额 所以这些都有可能 所以根据这个流程 这个编号12号 这个一共有12个项目里面 其实它没有规则 像我们以前看 我的资产负债表 是不是很清楚我的资产 先放流动 再放非流动 那流动 我们根据流动性的大小 来排序 流动性越大的方向越上面 那我的固定资产 非流动资产的 通常我们的排序的方式 就是固定性越高的方向越上面 那当然我们以前来看 就是之前 我们台湾的快捷制责 我的资产负债表里面的资产 除了流动跟非流动之外 中间有的是什么 投资及基金 就我们这边 权益法之下的投资 或者是金融资产之下的投资 只要是属于非流 只要不是属于流动资产的 都算是我的投资及基金 就像我们之前讲说 我们的投资分成四个客户 对不对 交易目的备动出售 好 然后持有到到期月以及 是什么 目前投资 就是权益法的投资 这四个 这四个里面就 教育目的是百分之百放在流动资产 但是被公出售有可能是什么 流动 也有可能是放在投资及基金 所以刚刚念的 这四个客户里面 有一个半是放在流动 剩下两个半是放在被流动 那那个半的就是指 被公出售的 被公出售金融资产 就属于 有可能是流动 有可能是被流动 有可能是被流动 所以到我们之前的排例的方式 所以我们如果要算流动 比例很简单 流动资产就可以 一点都可以看出来了 我也可以看出 固定资产走法率 从我们的被流动里面 大概也可以很容易去看出来 可是根据这个顺序的话 我们可能就很难去找到 也就是说 如果我们要做财务报表更新的时候 我们要自己再去加工 那这个就 所以这个你可以看一下 在后面就有特别告诉你 好 这里的地方 所以我先跳过来看最后一个 请你看一下 在95月的第二点 所以IASB建议的表达方式还在变动当中 好 因为我们刚刚看到的IASB1 并没有规定系列表达资产负债表的顺序 跟它的格式 但是在公报的施行指引当中 它的表格格式大致是流动性越低的 放在越前面 因为你可以看到 第一个就是什么 不动产长房级设备 好 它是不是流动性很低 好 但是又不尽然 因为无形资产呢 设备在不动产长房级设备之后 因为相较于这个固定性 或者是它的流动性越低的话 无形资产 它的流动性相较于不动产长房级设备又更低了 所以 可是这个东西又放在它的后面 好 所以它这边讲说它的这个格式 它的那个规则是很不明确的 好 所以如果 好 等等等你就看过来说 在这种情况之下 如果我们的企业 所以如果追着美 那个国际派对准则的 思绪而做改变的话 那会不堪其扰 所以会造成很大幅度的一个修正 或者是事业上会很大的问题 所以基本上来讲 我们目前这个第三点就说了 那金管会在100年的12月发布了 证券法发行人财务报告编制准则 其中呢 它资产负债表的内容跟格式 就跟我们以前惯用的大致相同 最大的差异只是在资产跟负债我们的分配以前 我们的资产可以分流动资产 投资及基金 非流动资产就是固定资产 然后再什么 其他资产 那现在呢 在国际规律准则之下 我们没有把它分成这么多类 也就是我们以前分成大概指示类 第一个流动资产 第二个投资及基金 第三个固定资产 第四个其他资产或第一连借向 那现在呢 我国的习惯是这样 那现在我们会比照它的处理方式 但是呢 我们只分出流动跟非流动 好 所以你可以看一下 它的流动 它的资产跟负债 大致仅分流动跟非流动两大类 然后在流动 非流动之下呢 再分出一些小类 比如说被公出售之同资产 投资性不公产 不公产 设备即公行资产 就是在非流动之下 再分出这几个小类出来 好 跟以前 大致来讲 这样的变动幅度 比较没那么大 好 变动比较没那么大 那我们以前的负债呢 大概分流动负债 长期负债 其他负债或地延代向 那我们现在呢 只分流动跟非流动 好 资产分流动跟非流动 负债也分流动跟非流动 那负债呢 可能比较单纯一点 流动 非流动的话就是 只要不是流动负债 都是流动非流动负债 那资产里面呢 我的非流动资产 它下面可以再分小类 好 这样在我们的分析上面 会比较容易抓到 我们要的数字 好 这是目前我们的处理方式 所以你可以看一下 在95元列的最底下 就是我们目前 就是我们目前我们现在惯用 谢谢大家